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么长久的时间里头我们分别了都在电视台担任一些工作 就是晚上的那种谈话性节目 那我们其实并不是很积极的参与者 只是觉得这些节目里头也许有一些角色我们是可以扮演的 有一些议题我们比较清楚 我们很清楚我们就去说明给大家听 那过去在电视台里头看到我们的人都会 我曾经有过很多人在街上或者遇到我时候 会告诉我说我们比较愿意在电视台里头去讲一些知识性比较强的议题 那他们都表示说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状况底下 听到这些比较知识性的议题的他们都觉得说很有帮助 那这个想法我其实很早以前就跟佟律师我们就商量过说 与其在那个去参与这些节目的时候 在这种大家都非常热闹的状况底下去有时候去凸显一两次这种知识性议题 是不是其实效果不好 我们如果说真的有非常多的观众希望知道如何用知识来管理自己 的话我们很愿意提供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这个获得的我们的想法 那这个就是可是这是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同温层 就是知识界的那个同温层就是说我们在谈任何事情 我自己其实有很多这种晚上的聚会都是这种聚会 就是大家不是只是在那边喝酒吃饭不是 是在那个过程中间谈论非常多的议题 这些议题不见得跟台湾的现实政治有关 而是说比如说最常谈的一个是川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各位在这个节目里头听到很多我们谈到这些事情 其实有非常多我们是等于是私房的 私房的聚会 那都是大老板都是非常有钱的朋友们 他们对于这个未来有对台湾有很多关心 那我们有时候受邀去跟他们聊天 然后就他们也都指定说今天想要谈什么题目 或是说没有约好可是一坐下来大家寒暄过以后 马上就觉得这个时间宝贵好不容易请到这个这几位 那之后大家就抛出问题那我们抛出问题以后就开始交谈 所以我很有把握把很多话告诉各位的原因 所以这些话全部不是只是我们思考想象而已 都实证过而且都是跟台湾的实业家企业家我们交谈过 而且得到非常正面回应的部分我们觉得效果特别好的部分 放到同温层 那突破同温层 这是我们的期待是不是 就是说同心总是觉得说 这些话题虽然是在比较知识含量 含金量比较高的这个层次的人 在讲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民主的时代应该让不是这个原来不在这个层次的人 也应该听到这些我们称之为胡音 Gospels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让大家可以激励自己 那就像前两天我讲过的 我们要打破那个屋顶 我们以为那个有一个屋顶 我们要打破它叫disenchantment 就是打开这个天空 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天空 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地 与天跟地在一起的这种思考 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而不是被控制了 然后被认知空间被洗刷了 甚至我用洗脑两个字都不为过了 我看到好多很可怜的 比如说这个最近两次 我看到这个韩国语的支持者 他们这样的群聚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是蛮可怜的 其实他们是认知空间全部被削平的一群人 那每天的生活只有韩国语这个字 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信仰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很怀疑 那他们对自己的信仰被糟蹋的过程里头 他们也没还急 因为他们常常臣服于邪恶 我讲的邪恶就是中共 只要一提到中共 他们马上就退缩 这样子的人生其实是很可悲的 那我们也想突破 我意思是说 连蓝的那一部分的人 我们也想说我们有交谈的机会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最近我们有一些蓝云的朋友 其实看过我们节目以后 非常高兴的跟我们交谈 因为其实蓝云的朋友里头 知识很高的人也有 也都是不错的 那也许他们的政治理念 跟我们有些差别 可是有一个蓝云的朋友 居然有一天跟我讲说 你以为我们不反共啊 我们也反共 我就说对不起 我以为你们不反共 所以一场误会 那不过可不可以拿出 你们也反共的证据 能不能 当然他们讲weak 因为好像现在 讲了反共以后 他们就觉得自己失去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突破同文城的 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必然要互相对话 一方面有职有量有多文 我们很值得告诉他说 其实不是只有绿色的人 需要反共来保护台湾 我认为蓝的朋友里头 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反共的 我们要召唤他们的良心走出来 这也就是突破同文城的目的 所以这个突破同文城不是指突破绿色的或淡绿色的或是什么浅绿色的这些 我们是全光谱的 请导播进那个 那个总性制度那张图 其实这张图 我是从那个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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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那边得到的一个启发 他对这个事情的观察很深刻 这个是BBC做的印度的这个总性制度 是这个专题 对 其实我提过 我其实又在前几天遇到中学的老师 我就跟中学老师说 当时其实在中学的时候 你们教我们说 这个总性制度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非常不解 那我们再把这个大凡天这个图 把它弄清楚 最上面那一层负责思考的人 叫做婆罗门 那婆罗门呢 是负责思考 他是僧侣 第二层呢是统治阶级 国王啦武士啦都在这一层 第三层呢就是平民 士农工商啦 教师啦都在第三层 第四层是被征服的奴隶 所以他必须要去做一些比较粗重的 基本的工作这样子 还有第五层 是在整个他的座位的下面 这叫贱民 那贱民的话他处理的 像在印度现在还有 比如他只能去做掏粪的工作 像这样的最底层的 处理尸体的工作 那他们是世代世袭的 所以你很难突破这个同温层 那要突破同温层 就像您上次有讲过 同温层像我们搭飞机一样 我们这个飞机呢 穿过云层的那个过程中 可能要先穿过暴风雨 对不对 遇到台风嘛 现在我们正在穿暴风雨 然后在震荡的过程中 到了另外一层去了 到另外一层去了 那么必须要觉醒的人 才有办法一层一层往上顶 顶到最后是婆罗门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目的工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我们要寻找婆罗门 婆罗门是一群不计自己的利益得失 愿意出来 无私 愿意出来引领风潮 承担所有的重责大任的人 然后他必须要有觉悟 像这样的人 所以以前国中的时候 我说我会看不懂这个图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僧侣会是在国阳的上面 僧侣不就是在 应该是在下面吗 所以选总统应该选出真正的婆罗门吗 选总统要选出婆罗门 我觉得有困难 有困难 日常的daily operation是什么 像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我们的立委 到最后会变成是一群愚蠢 无法思考的人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必须要去跑团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这个区域 划分变小了 一区只能选出一个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时间专心在政策上面 所以这群不能思考的人 可能要有一群婆罗门 在帮他们思考 然后请导播进来 另外一张图是 那个艳群理论 艳群理论 是这个 也是 这个艳群理论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新加坡 这个李光耀学院 在课程上面用到一张图 所以我把它拿来 揭套给大家 这是一个日本的 这个经济学者 他所分析的 他说 艳群其实就是 刚才跟婆罗门的那个图 是一样的 你看最上面的发达国家 他事实上只放了美国 美国掌握了大部分的智慧 才安全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一群人 视为是婆罗门 他们想清楚一件事情之后 这个机械化 做工具机最厉害是哪几个国家 是德国跟日本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制裁 事实上还是在美国嘛 所以日本跟德国飞在一起 那第三层是谁呢 第三层就是很会读书的一群人 你没有发现说受教育 最重视教育大学毕业生 最多的就是这几个国家 香港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你这么会念书 其实你是在为上面两层人服务 去管理下面两层人 是不是这样子 艳群理论就是这样 其实这就是同温层 因为艳是非在同温层里嘛 对不对 你在往下翻说 是哪些人是在做 所谓的奴隶被征服的这一群人呢 这群人是谁 中国啦 就是世界工厂啦 印度啦 印度尼西亚啦 马来西亚很难翻身 更下面一层 是对不起 就是社会的整个国际的 经济体系的最底层 他们甚至连要去当 世界工厂的能力都不够 都没有 都不够 当然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翻转 如果我们说 单纯说要翻转的话 其实很容易 就是 你是在最底层的人 但是你个人 因为你受教育 或是你自己很 有很清楚的认识 这个国际局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往上顶 你甚至很努力 就移民到德国日本 移民到美国去 可是在美国本身的 这个整个国家的结构里 在这个同文层里面 它一样有总性制度的五层 你可能移民到美国了 可是你做的是最底层的工作 你可能是做的是最低端的工作 所以一样在自己的社会里面 也要往上顶嘛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要公平 这个是整个社会制度应该要给予的机会 给予每一个人的机会 可是你不能否认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其实讨论过一个问题 台湾到底是小国家 还是大国家 请倒不再上另外一张图 就是我们分析过的这个 整个一百年的整个公司的 全世界的前十大的这个 产值的公司的这个上下臣服 过去一百年 过去一百年都是持有土地啦 资源啦 石油啦 矿产啦 的公司嘛 最早 就是1917了 对 到了1967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等到2017的时候是智慧财产权 它的那个大小 那个圈圈的大小 代表它整个产值 比国家都还要多 那么 这些公司的这个产值呢 大部分其实是智慧财产权 所以他们并没有持有土地 我们讲一个国家的要件是什么 土地人民 土地人民 主权 主权 对不对 这些国家其实都不具备这项 可是它变成非常大的 富可敌国的 甚至它可以去影响国家的政策 所以我们回来谈 台湾到底是一个小国 我们是用人民来决定呢 还是用土地来决定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数位的 未来的数位的空间 数位的国家 数位的国际 其实台湾 其实台湾是一个中大型的国家 我们绝不绝对不要自我 这个 这个 妄自菲薄 就认为自己是个小国家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去跟这个 中国去跟他 那要够够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柯文哲的理论嘛 小国就自己摸到鼻子 就听别人的 台湾不是一个小国 因为他只有小脑 所以他就说 其实是小国 台湾不是一个小国 其实世界已经逐渐变化成一个脑力的比赛 那台湾在脑力方面其实不差的 也就是说这些脑力要用在哪里 那最近因为AI跟那个IoT 就是物联网 万物相连的网 或者AI盛行了以后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什么是未来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刚刚那一张图 走到了这个像Facebook 这些东西领先 这个局面的下一波是什么 老实说 我讲一句无数言 没有人知道 甚至于这些 现在保有在前十位的公司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未来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保持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 过去的一百年来看 每隔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 这个公司就要转换 是 新的标准 新的思考 新的世界的这种价值观 会产生 那是产生以后 赶不上这个价值观的话 连价格都没有了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我最常爱讲的一句话 就是I don't know square 我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什么是不知道 真正的不知道是什么 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叫做I don't know square 两次方 要讲两次 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你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我认为算知道 因为你知道自己不知道 你说得出这个嘛 可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说不出来 你完全不知道那个问题存在 这个就是5G以后的世界 AI以后的世界 IoT以后的世界 2030年以后的世界 我认为没有人知道 那是什么 那现在中国那个霸权说他知道 所以他推出2025所谓的中国制造 原因是老师说是笑话一场 为什么 今不及搞怨 没有两三下 就被川普把他收拾掉了 包括华为这些 全部就是他所设想的未来 其实这是错的 我跟你讲 我看了华为 看了5G 看了非常多的 的一些所谓的Future Scenario 我都认为说 你们所提的这些Future Scenario 真的只是一句 我称为BAT 叫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所设想出来的 有一点点超前的未来 可是我要说的是 那过去1917年 1967年 这些谁不是用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创造的财户呢 而今安债 而今安债 所以只靠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就是不够的 应该要靠的是 还没有产生的新的技术 新的想法 新的价值 所以我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面临一个新世界 我们面临一个新国家 我们面临一个新价值 我们要共同去寻找 这是同温城 这个节目 除了论今天的政治以外 我们也论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对于2030到2050年 我们其实已经有做很多的准备 如果要谈都是没有问题 我们事实上 我们已经某种程度一直在渗透进来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节目里头 你会发现我们所用的科技的术语 以及史学的观点 人文的观点 都非常的直接 我们为什么这么直接在讲 因为这是 我们有一点又回到了 这个古希腊的时代 是一个全人发展的一个思考 老实讲 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里头 说我们的教育里头有物理 有化学 有什么生物 有什么这种分科 都是真的是 或是说你们学法律的人 有那么多的分科 人文的分科 都是为了教学方便而做的分科 真实的世界没有分科的 所有的事情一来 它既是物理 也是化学 也是生物 也是法律 也是历史 也是人文 也是价值 也是正义 通通都在 通通进来 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大的包裹就进来了 没有跟你分类的 那世界 逐渐 现在走 从过去的这种分类的世界 然后 却是价值是模糊的状况 走向价值 就是清楚我们的这个战略 非常清晰的状况底下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全世音的世界 不要小看这样的战略转变 所可能造成的 那个都有可能使得今天是地主财富者 有可能根本明天 它根本是一文不值 那今天看起来是一穷二白的 未来有可能都变成非常有财富的 或是它直升婆罗门的那一个城的可能性是大的 所以这个是要用知识来积累的 然后这中间知识积累的过程里 注意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话 要选择善良 要记得邪恶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清楚 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你 就是什么行业怎么做 你应该受什么教育 应该读什么书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未来型的人物 我必须承认 那个日本人有写一本书啊 叫做わかりません 叫做わかりません 就是不知道 这个时代要常常告诉自己说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 那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已经存在了 在这个世界 唯有回答不知道 你才有可能知道 这是日本的非常流行的 在数位时代 在日本这个社会里头 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要训练自己要讲不知道 因为未来的世界 对每一件事情的accuracy 的精密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种 突破同温层的过程里头 今天特别开辟一个时间 来告诉大家说 我们所赖以为突破同温层的理论 里实际 中间有多少是一些哲学性的思想 那我们把这些哲学性思想 今天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我们虽然未必能够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有做了很多的预测 但是我们总知道 我们想要未来怎么样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